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出埃及记的24章的第一到18节 题目是 耶和华遭摩西上山 众长老做见证 出埃及记24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亚伦 拿达 雅比户 并以色列的长老中的70人 都要上到我这里来 远远地下拜 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 他们却不可亲近 百姓也不可以和你一同上来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 典章都诉说着给百姓听 众百姓齐声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 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 按以色列的12个支牌立12个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凡记 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记 摩西将血的一半盛在盆中 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他们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 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 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 与你们所立约的凭据 摩西亚伦 拿达 雅比户 并以色列的长老中的70人 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镜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 他们观看神 他们又吃又喝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上山到我这里来 住在这里 我要将石板 并我所写的律法 以诫命赐给你 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 约苏亚起来 上了神的山 摩西对长老说 你们在这里等着 等到我们再回来 有亚伦呼尔与你们同在 凡有真诵的 都可以就近的 他们去 摩西上山 有云彩把山遮盖 耶和华的荣耀 停在西乃山 云彩遮盖山六天 第七天 他从云中遭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 在山顶上 在以色列人眼前 形状如烈火 摩西进入云中上山 在山上四十昼夜 神分顾摩西 要他带着素人 上到西乃山来 这是神直接的吩咐 甚至于每个人的名字 都可以精准的吩咐出来 然而 却要他们七十多人 上到山上 却只能远远地望见神 唯有摩西 才能见神 而以色列众民呢 除了被点名的这些人 与以色列的众长老之外 都不得上山来 摩西这就下山去 将耶和华所吩咐的 都述说给百姓听 百姓也同时答应 凡是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不一定要遵守 于是第二天早上醒来 以色列众人立柱子献祭 并将献祭所流的血 分附为立约的血 也交在柱子上 让以色列的百姓观看 这是流了这么多血才立的约 所以断不可违背 在民众面前献祭之后 这一群人才起成上山 到这山上 可以远远望见神之处 众人都停下来 我相信此时人人都在议论 他们所看见的耶和华神 因为没有特别的描述 耶和华的形体 这里还是说有脚 以后还说摩西可以看见 他的背 所以我相信 这个耶和华是以人形显现的 是不是就是基督呢 我想这是有可能的 他们从远处看见耶和华脚下 似乎有蓝宝石平铺的 颜色如同天色明亮 那么耶和华脚下 是否就铺着蓝宝石呢 我看也未必 那个时候的人 所见过的物质材料不多 所以这可能是用来形容 和比较的东西也不多 如果真的是蓝宝石的话 那么他脚下的颜色 也不会如同天色明亮 这可能是一种 他们不认识 我们如今也不认识的材料 铺在耶和华脚下 那么下一句 他的手不加害在 以色列的尊者身上 意思是说 如果神想要 他一伸手就可以伤害了 责罚这些 以色列百姓的族长和尊者 因为他们观看神 他们在神的左近之处 又吃又喝 到了这些族长和尊者 被招上来的时候 他们的心里是敬畏的 但是远远见到神之后 又没有过多久 就放松了他们的敬畏 竟然又吃又喝起来 好在神的慈爱 没有处罚他们 这也是我们在教会中 常常可见的情况 比如说 我们在教会会堂里面 我们存着神 敬畏的心领受的圣餐 我们吃喝主耶稣 但是崇拜一结束 出到了会堂外面 到了教育厅 我们就在那里吃喝爱宴 大家就在那里谈笑风声 有的时候还可以听到 很放肆的笑脑声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吃喝 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是需要吃喝的 但是就在我们靠近神的时候 我们的注意力 应该是更专注的在神身上 吃喝不是及时的需要 好事一刻不吃 就会饿死渴死那样 我们在重要的时候 是应该可以进食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在他们一生之中 恐怕就这一次可以望见神的时刻 他们实在是不应该吃喝的 耶和华要召摩西上山来见他 摩西和约束亚便整装起行 向耶和华的山进发 但是摩西向众长老说 你们在这里等了 等到我们再回来的时候 他们并且叮嘱长老和亚伦 或要去处理百姓中有争论的 他们虽然上了西乃山 却只是在山脚等候 摩西和约束亚在众人的目送当中 进入了云彩之中 这里说云彩遮蔽的山已经有六天了 神在第七天 他从云中召唤摩西上山 而耶和华的荣耀就停在西乃山 那什么是耶和华的荣耀呢 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这只知道那是人也可以见到的 是可以在高处移动的 直接停在山顶 而且是有荣光如同 行如烈火的 但是那不是火而已 有人问那是不是幽浮呢 这个听起来是有点像 但是除非以后我们自己去问主 或者问摩西 也没有人可以再给出肯定的答案来 耶和华要召摩西上山四十天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摩西也有这些记载 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 阿们